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怎么孵化凤年虾 首先我们先要找一个两身的大可乐瓶 然后我们把它的底部剪掉 就像我们制作的这个一样 我们买凤年虾卵的话 它都会赠送我们这样一套工具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有这个勺子还有这个网 还有这个 到时我们把这个淋在可乐瓶口上 然后加上这个直立法 然后再加上七笨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分年虾的配比 一升水等于一千毫升 也就是两斤的水 那么一斤我们需要五百毫升 那有的鱼有说 五百毫升究竟是多少呢 平时我们喝的那个矿泉水 是五百五十毫升 这样的话我们就大概知道是多少了 盐的话一升水需要十二克 卵的话一升水需要五克 那么我们制作的这个可乐瓶是两升 那也就是说需要盐二十四克 卵十克 那么它赠送我们这个勺子的话 一瓶勺也就是六克 那也就是说盐需要四勺 卵需要两勺 我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 一般我们手为加到这个地方就正好是两升了 现在我加入四勺的盐 一勺 两勺 三勺 三勺 四勺 好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砸在这个上去 盐上羊 接下来就是等盐水化了之后 我们再加卵 在盐化开之后 我已经加入了两勺的卵 在温度二十八度情况下 二十四小时就可以收虾 但是温度达不到二十八度 延长到三十六小时收虾 收虾时停养二十分钟 带虾全部的沉到瓶口 把虾收到它就是我们那个小网上 然后用清水出息 就可以喂养了 我们下期再见